农田小路银色轿车与白色轿车 在路口交汇瞬间碰撞 白色轿车失控 往前直直冲进田里 当场溅气泥水 正台车宛如洗泥巴浴 车轮身陷泥泞 35岁女驾驶在车内惊魂未定 热心民众才进水亭里 将女驾驶背出车外 幸好她只有头部红肿没有大碍 而银色轿车也一度冲进田里 60岁男驾驶同样受到轻伤 事发在苗栗院里 新富三路与新富十八路路口 警方调查 女驾驶刚从工业区下班要回家 而男驾驶当下则是赶着上班 双方驾驶人有车子均为零 详细造势原因尚待厘清 女驾驶经过闪红灯路口没停下 男驾驶经过闪黄灯路口也没减速 路口互不相让 结果两台车车头全毁 驾驶都受伤挂彩 记得中正嫌韩 这是王世函 苗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